中國不斷是以軍力來侵擾我方的周邊 尤其是軍機和軍艦 會行進臺灣的東方海空域 而三軍位於花蓮的防衛戰力 也必須要及時的應對 總統蔡英文就特別前往了 花蓮的空軍基地 還有飛彈部隊等單位來進行衛冕 希望士官兵可以繼續保衛國家安全 總統蔡英文選在中秋節之前 前往花蓮多個部隊市的 再度批評中國 近來隊伍各項文攻武嚇 蔡總統特別視察 可應對中國導彈以及軍機軍艦威脅的飛彈部隊 包括空軍七九二旅以及海軍海鋒7中隊 總統特別登上雄二反艦飛彈射控支貫車 以及天空三型飛彈的戰術中心車 和士官兵合照時 兩種國造飛彈車也都將發射架力起 蔡總統也在隨後視察空軍花蓮基地時透露 近來中國在我國周邊空域侵擾 國軍是如何不分日夜隨時因應敵情 升空警戒 在上個月中國軍演期間空軍第五連隊的總體警戒兵力 增加六三組一百二十六人次 防空應處共執行十八批三十六架持 當監獲命令後 戰機能在六分鐘內升空執行巡弋任務 總統也特別視察空軍第三後勤指揮部附件修制場 看官兵維修我國多種主力戰機的發動機 維持空中戰力 並到花防部機部營了解實戰花設計訓練 和戰傷救護訓練的演訓狀況 強調國人能夠安心過中秋 都是因為國軍堅守崗位 保衛國家 謝謝張雄 林志堅 花點報導